美俄中英法五个主要核武器拥有国 周一罕见发布联合声明承诺要避免爆发核战 目前只有最多核弹头的国家是俄罗斯有约6257枚 其次是美国的5000多枚 但两国相加就占了90%远超过中国和英国 由于近期有乌俄危机和台海危机 大陆称政五国的声明是他们帮忙推动的 中国一直积极倡导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并且为我国采取共同行动 发挥有力的引领 不过华盛顿邮报先前才报道 大陆因为在甘肃沙漠打造上百个飞弹发射井 恐怕使拜登的减少核武政策面临停滞 而面对乌尔冲突和大陆施压立陶宛 美国持续斡旋 布林肯周一和北约九国外长通话 特别强调面对中共升级的经济胁迫 他们会声援立陶宛 但这段发言恐怕再触怒北京 只是立陶宛加大挺台的同时 该国前总统阿达姆库斯却认为 要不要承认台湾应该有有影响力的国家决定 轮不到立陶宛这种小国来出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